西藏的传统文化呢非常的浓厚 那么今天呢就给大家介绍一个 在西藏家家户户必备的一种饮品 这种饮品呢在外地朋友家里一定是没有的 如果你想跟藏子姑娘结婚 首先要过的就是这一关 如果你喝不了这种饮品 长辈一定不会同意这门婚事的 哈喽 您的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 藏子姑娘 周玛 感谢大家的支持 刚刚把晚饭吃完 现在我们就去准备这个物品了 Let's go 这个就是从家里面带过来的酥油 现在切一点 然后做个酥油茶 这个是酥油打茶机 这些都是我们必备的 没错 这个东西就是酥油 酥油是藏族人的精华 特别贵重的宝贝 很多朋友都好奇我们做酥油茶 用酥油茶在那么究竟什么是酥油呢 其实大家都见过黄油吧 酥油和黄油有相似又有差别 它们都是通过牛奶做出来的 但是酥油是牛奶和羊奶中提炼出来的脂肪 羊奶也可以做成酥油 而羊奶的酥油味道不佳 所以我们大部分都用黄色的牛奶酥油 差别在于一个是白色 一个是黄色 当我们洗澡的话呢 酥油茶是我们必不可少的一瓶颜料 茶 制作酥油的过程也不仅仅是几个小时那么简单 把新鲜的牛奶挤出来之后 发酵一段时间 再进行倒入奶汁分离器里面 进行分离 这一瓶颜料 那水开了 我先切一点酥油炒到几下 盖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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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一点盐 盖子 further 盖子 放点 consumption 盖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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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有人就会问了 不就是一杯酥油茶吗 难道还是什么难关 对于西藏本地人来说 这是美食 对于第一次喝的外地朋友来说 确实有点无法接受了 首先酥油茶有一股特性的味道 比黄油更浓一些 加上这个茶咸咸的味道 不习惯的朋友就喝不了了 其实酥油茶并非难以接受 在西藏很多外地人 一下子就习惯了喝它 很多外地朋友他们都说 酥油茶喝不惯 有一股腥味 可能是那个酥油的那股腥味吧 因为那个是牛奶做的嘛 然后应该是牛奶的那股腥味 除了炒菜还有做酥油产呢 酥油还有别的功效 以前的话我们的老姨辈 他们都是酥油磨头发呀那种 我们小时候也是用酥油磨头发呀 磨脸呀那种 它那个油性比较大嘛 然后头发干燥的时候也可以涂 嘴唇裂开了呀 就嘴巴干燥的时候也可以涂上去的 但是它有一个缺点 涂上去就有一股味道了 像我们这种在外工作的当初青年 我们平时回家 我们回来的时候 也会带一些 牡牛肉啊 酥油啊这种 我们平时也是都要喝酥油茶的 为什么在西藏要多喝酥油茶呢 因为西藏昼夜温差大 尤其是冬天风吹起来 比东北还冷 酥油属于高热量食品 喝了对身体就会暖暖的 到了西藏 一杯酥油茶一下度 可以让身体状态更好 大家最怕的高原反应 喝酥油茶也是可以有缓解 为了喝酥油茶在西藏才能强壮 如果要娶藏族姑娘 我们不要钱 不要彩礼 还要给你很多的嫁妆 只要你喜欢上酥油茶 然后留在当地一起放牛放牙 这是为我们身体的考虑 也是为你的健康考虑 好了 那么今天这期视频呢 就到这里结束了 欢迎长按点赞 进行强烈推荐 点个关注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